哈喽,大家好,这是达达的美食 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汤 最好汤也是番茄山药汤 番茄切成毛片,切块 山药去皮切片 葱切末 锅中热油 加入番茄 盐炒至出汁 加入清水 烧开后转小火煮两分钟 加入山药,继续煮三十分钟左右 煮至番茄和山药都熟透 加入盐,急进调味即可出锅使用 番茄山药汤是一道经典的家庭菜肴 保留了番茄的酸甜鲜美 还有山药的软糯香甜 营养价值亦很高 做法也非常简单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下期再见